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我们要讲 燕尼说佛 心求极乐 这个是净土的愿 这个是偶艺大师的弥陀要解 告诉我们如何的心求极乐 信 愿 行 这就是我们的愿 我们这一生要真畏生死 发菩提心 以生信愿支持名号 这是我们今生的愿 有的人他这辈子想要得到 Olympic的Gold Medal 有的人想要一辈子幸福美满 有的想要赚大钱 有的想要名声 有的想要地位 那你这辈子想要什么 我们想要的是什么 了生死 出轮回 成佛道 你有这么做吗 你这个愿是要行的 今天我们要学习 到底什么是你的愿 愿就是心 这辈子的心愿是什么 要继续轮回 还是你真的要出去 那我们这边分了 燕离 这边是星球 然后这是中间 那我们先讲 我们燕离的对象 是娑婆世界 星球的对象 是极乐世界 燕离 娑婆 就是要蛇 那个星球极乐 就是要娶 那娶什么 蛇什么 娑婆 是自心所感知慧 而自心慧 理应燕离 这个世界 是我们自己的心 所感召来的污慧 你自己的污慧 你当然要燕离啦 不是燕离这个世界 也不是讨厌别人 是讨厌你自己的烦恼习气 这个叫燕离 星球极乐 自心所感知敬 我自己的善心 我的清净心 所感召的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是你心造的 你的心的清净 你的善念 感召来的世界 自心的敬 理应星球 你怎么会不星球呢 现在这个娑婆 的五着二世 是我们的恶心 感召来的果报 你要去的是一个极乐世界 自己的善心 清净心 所感召来最美丽的世界 娑婆心弦 感领骨之高升 娑婆因为人不好 人心弦恶 感召来就是高高低低 这里会高高低 因为人心不平 心不好 心弦恶 所以你现在这里有高高低低 不好的地方 极乐心平之保地之如掌 为什么地平如掌 心善良 和平等 你感召来就是美丽的世界 所以这个因果要很真实 你自己的心是怎么样 你自己先把它弄清楚 我们自己心里肮脏 感召的事情 你要把它去除 心里的清净 你要让它增长 在这里 袁玉大师他讲得更清楚 他就用佛陀的四圣地来解释 焰离苦极 心求悼念 你真正要焰离的是你自己的苦极 你这一生轮回投胎 这是你的苦果 你的苦果是你极来的 极是积聚 一枝极你的恶念 一枝极一枝极 所以有这个世界 那我们要求的是你要修道 修道才能够正果 正到灭地的灭盘 我们的那样就是极乐世界 就是成佛 这是一条成佛的道路 极乐世界不是去玩 是去成佛的 所以你要厌离现在我的心感召来的苦果 我要想办法去我的烦恼习气 那我怎么去我的烦恼呢 我要修法门 我要修道 才能有可能正果 灭烦恼 你不断见私祸 成杀祸 根本无名祸 是不可以出去的 所以你要很清楚什么是苦极灭道 我们这个愿 是什么愿 菩提愿 愿是我要了生佛 我为了众生 我必须要成佛 我要自立立他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 所以这个是四弘誓愿 依着苦地 不是众生苦吗 众生无边誓愿度 所以叫度众生 因为极地 我们烦恼无尽誓愿段 然后道地 法门无量誓愿学 然后灭地 佛道无上誓愿成 有没有看到 这是四弘誓愿 菩萨是这样发愿 求生净土的 所以你有没有愿 每天你发什么愿 这是一个菩萨的愿 才求生净土 四弘誓愿是我们每天去做的 是要落实的 不是一个理论 也不是一个背诵的寄诵 他是叫你真实在生活当中做 他这里下面有更多的解释 现在我们为什么感到这样的苦果 重苦逼迫 投出投没 你知道这一辈子 我们活的是很无奈的 人生充满了无奈 你很想要去上班吗 你无奈 那必须要去上班 你也很想要跟这些 家庭建设每天这样子吗 你是无奈 无奈 没有办法你要做这些事 我们人生是重苦逼迫 就是逼迫着你 没有办法 不得不做 不得不过这样的生活 不得不这样子投出投没 就是不断的生死 不断的投胎 你可知道你现在只是投胎的一世 你投胎过无量事 可是你没有一次断过烦恼 你没有一次正的出国 你没有一次真正的出轮回 所以苦是苦在我们 没有办法断烦恼 你不知道怎么断 你不知道怎么出去 你这么无奈 可是你连自己不要生气都做不到 你不觉得很无奈 你自己说不要生气 不要嫉妒 不要傲慢 你都做不到 你怎么出去 所以你要明白苦的 真正的苦是我 没有办法断烦恼 真的是很苦 因为这个是轮回的因嘛 那断 我们要断烦恼 这现在是诸货赤胜 我们的货 就是见私货 成杀货 根本无名货 这个是很赤胜的 像火在烧 你都不知道 你不自知 生气也不知道 嫉妒也都不知道 我现在的习气在哪里 像火在烧你 你都不知道 这个叫做五柱烦恼 天台中把烦恼讲成五柱 第一柱就是见货 见货分开来讲 然后第二柱就是欲戒的私货 第三个柱就是色戒的私货 再来就是无色戒的私货 所以私货分成了三戒的私货 因为比较难断 见货是我们我见这个先断 最后一个是无名货 根本无名货 这样叫五柱烦恼 我们现在每天就活在自己的见私 或成杀货 根本无名货 所以不断的苦 不断的急 不断的苦 不断的急 没有出头天 我要去极乐世界 因为我不要再过这样的日子 我不要再过了 这辈子是最后一次 来这里投胎 我不要再过这样的生活 然后我就要修道 修道要学法门 常得听闻 诸善聚会 这个是净土的好处 去西方极乐世界 那个鸟会跟你说法 什么东西都会说法 就是常得听闻佛法 你要听法华经 愣言经 那个三十七道品 五根五立七菩提分 八圣道分 你一听了还会开悟 还会正果 现在你听不开悟不正果 因为还不清楚 但如果你常得听闻的话 跟那些诸上善人聚会一处 什么是善人 开显心性的叫善人 佛性开显的人 叫善人 你现在在世间这些人 你这些家亲眷属 不算是善人 因为他们都活在这个迷茫的世界里头 跟你在一起 你只是增加你造业去玩去做什么 可是那里不是 全部都是比你好的菩萨 他们都是你的老师 教你如何修 如何真正的断烦恼 然后我们就会得道 灭成佛道 皆得不退 一生补处 这是极乐世界最好的 让我们能够 三不退 胃不退 行不退 念不退 胃不退 胃不退就是断见思祸 行不退就是断什么祸 成杀祸 念不退就是断什么祸 根本无名祸 破 其实它就是正果位的阶段 你就马上登地了 破无名正法身 这不是我们最想要的吗 所以你要每天思维 我真的愿得三不退 我每天要发愿 我要为不退 行不退 念不退 我不要让我的见思烦恼做主 不要让成杀烦恼做主 不要让无名祸做主 这个不是在讲别人 是讲你的一生 我真的想你 你要清楚明白佛陀讲的是在讲我们的一生 必须要我们怎么处理 所以我们必须要得到三不退 你正登地了破无名正法身 才有可能会成佛 然后我们当年还可以一生补处 一生补处就是快要补佛位等觉菩萨 像弥勒菩萨要来补这个释迦牟尼佛的位 你到了极乐世界 你也变成像弥勒菩萨一样要接佛的位置 所以你可知道你有多重要 你是要成佛的人耶 你怎么可以每天生气 怎么可以每天起烦恼 就是要醒过来 所以这个愿就是一个菩萨的菩提愿 这辈子我不求这些世间的名利 这些都跟我无关 我是要了生死 是要成佛道 我是要从苦极正道灭道 这就是最后的答案 那再来这个经继续讲 我们平时这样修 这个舍跟这个曲是极理之事 我们讲事跟理 理就是心 心的法界 看不到的叫做理 事情就是事项上面的修行 你看得到的 所以叫你宴离娑婆 心求极乐 这都是极理之事 在讲的是什么 讲的是事 你要去取 你要去舍 你要从苦极到灭道 你要去修 你要去断烦恼 但是 我们讲到第一亿 真实亿的时候是怎么样 没有烦恼可断 没有菩提可证 因为怎么样 本性具足 你的佛性一切都圆满了 不用取 也不用舍 不用燕你 也不用心求 所以 舍就是燕慧 燕这个污浊的世界 取 心求净土 要舍之究竟 方无可舍 取之究竟 方无可取 因为我们的新本具 你舍 你天在日常生活做 做到了究竟 就无可舍 也无可取 这个 无可舍 无可取 是在讲什么 是在讲相反的 即是之理 世相上面 我们回归到我的心 在我的心 它是不失散 不失恶 它没有什么取 也没有什么舍 这个才是究竟的第一地 讲的是我们的心 结论就是 取舍若即 与不取不舍 亦非亦彻 你取舍 到了极点 跟不取不舍 是一模一样的 因为心性本具 生死即涅槃 烦恼即菩提 这个是原教的 我们说原教的四地 叫做什么四地 无作 没有什么好做的 也不用取 也不用舍 因为你心性本具 这个时候叫做全世吉理 偶一大神弥陀教的 全部都讲天台中的教义 所以你不可以不学天台 明白净土中 不要狭隘的学一个净土的念佛法门 你必须要明白全世吉理 你在修行 在断烦恼 在改我们的心 这样子的事 全部回归到我们自信本具的心性 这样子 一取一舍 无非全体法界 就是你再来取 再来舍 再来断烦恼 每一个修行 都回到你本具的信性 没有一法离开你自己这个心 所以叫做全世吉理 现在要做的 还是在日常生活当中 好好的去断我们的五住烦恼 这样子才是真正要出离的人 有一个法师 他学借礼 学了很久 学了三十多年 每天就是守借 有一次他到了另外一个法师的道场 到那里呢 他就分派到大辽 大辽去煮菜 大家一煮一煮的 有一煮的人 切菜的方式 不合乎他的意 他就生气 起烦恼 结果这个方丈而上一看到就说 你的戒律守了三十年 在我这里一文不值 因为你的戒律全部都没有守 你的心烦恼你都不知道 所以修行没有这么容易 怎么样会真正做到断烦恼 怨心要切 真实的道心 你就会真实去断 你真正有生死亲切 你真的想要两生死出轮回 你已经快要掉到悬崖了 你会不会悬崖了吗 你真的要掉下去 你真的要去投胎了 你会不会 你就不敢生气了 不敢造恶了 不是临终给人家念佛就好的 你平时所作所为都有因果 所作所为都是你的因果 你要对你的因果负责任 惠土 净土 都是你的心所献的 所以三界为心万法为世 这里的世界 地狱是谁敢造的 恶心 所以你现在一生气 其实你已经到了地狱 你不用去 你爱生气 你已经到了地狱 为什么 因为你心一到 已经是一个生死 已经是一个法界 你都不知道你的心念有多厉害 然后你要是心求你的净土 心求你真正心的清净 心慈悲 好干净 然后感恩 然后有爱心 你的心当下就到了净土 所以完全在我们的心 这个心不是等临终 现在的你平时就要修 这才是真正有愿的人 今天你应该就对你生命 一生的修行有所了解 不要忙修瞎恋 有的修真的三十年 结果什么都没有 空过 还是去哪里 还是去轮回 还是去投胎 因为我们已经五量节都是这样的 所以你要对你自己的生命负责任 从今以后 我真的有菩提愿 我要从苦极 我要到灭道 我真的要自心的慧 我要厌离 自心的净 我要心求 好那今天就到这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